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和国际奥协昨天举行联席会议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会上确认 全世界205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都将支持和参加北京奥运会 这意味着北京奥运会将成为历史上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的一届奥运会 运会成员还认为中国在筹办奥运会的七年过程中 在竞赛组织 环境治理 交通保障 安全保卫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和突出成绩 应该保护奥运会免受任何政治或宗教因素的干扰 反对任何形式的抵制奥运行为